我也要去 绝对 外面阳光明媚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 关在这个阴暗的小房间里呢 你不认着我 然来是信赫的那条狗 我答应过你 要直面你的挑战 现在我们面对面了 你想多什么 对于罗奈尔多海马兄的事情呢 我很抱歉 所以特意过来问问你一下 不容你心态乐祸 你现在很得意吧 躲过了女村的追赏 又在保险箱下某逃过一劫 还在足球场跟兄弟冲过渔了 这场游戏还没有结束 我告诉你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你就逃不住我的手掌心 有一点你说得对 我们之间的事还没完呢 尽管你变成现在这副鸭子 但是你该还的这还是要还的 这种话我听得太多了 我说过 一定要让你在证据面前认罪伏法 2009年的红杉案 你帮助阿尔法公司 窃取了红杉的数据 还把这个罪责 推卸到一个 试验员的身上 在我的记忆里 这些可不是这样的 现在任正和物证都在我手里 你又在序长生事 简茂生 原阿尔法公司的 AI技术员 现在是归神集团的技术总监 也是我身后这位景小姐的父亲 他已经向我公认了所有的事实 你想要全部真相吗 你认为真相就放在盒子里 出手可及吗 他答应我会把归神的数据也给我 你拿不到红杉的原始数据 项目终止后所有实验室的财产 在第一时间就被封存了 那些数据 已经销毁了 作为一名老牌的调查师 你应该很清楚 电脑技术员和调查师之间 有一个共同的习惯 就是要做数据备份 这一点简茂生做得非常好 红杉案的数据他保存至今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简茂生和林卫人都已经认罪了 你需要做的 就是提供一份紫白认罪书 以及包含红杉案在内的 所有相关证据 我向你保证 你可以当证人 指认林卫人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 你也是这么跟林卫人说的吧 让他指着我 你猜他会怎么说 我会考虑一下的 你这是谁 你可以下次再来看我 不过 这次贪使的事紧记住了 你好好想想 请离开 看来杰森手上真的有数据啊 可他怎么会乖乖地把数据交给我们呢 万一他联系林卫人 就从来没想过他能交给我 还留着这一手啊 就差一点点 不过没关系 还有机会 你刚才说 姐猫身手上也可能有份数据备份 是不是真的 我没虎住他倒虎住你了 好 夏冬 好久不见 介绍一下 这是简言 这是斯蒂尔 简言 你真人比视频上更好看 谢谢 你也是 我喜欢你的女朋友 很漂亮 是我的同事 那我可以追她吗 不 这关应该由我来说吧 进去坐吧 请进 请进 请 请坐 请坐 谢谢 实验室的其他成员他们都好吗 除了你跟温恩 大家都毕业了 不过因为红杉项目的关系 大家都不能留校 还有几个人延迟毕业了 联系方式都有 就是 没有怎么联系 是我的错 是我连累了大家 夏冬 不是你的错 不是的 你状态还不错 其实看开了也没什么 不是吗 条条大路都可以通罗马 不错 这一行 还可以做其他的吗 教授怎么样 他不会也改行了吧 那个却老头 除了搞研究他还能干什么 我说得对吗 听说他也是苦苦熬了几年 最近这段时间 才终于又接到了新的项目 时间差不多了 我去解教授 马上就回来 在这儿等我 斯蒂夫在大学的时候 是一个架构师 他是个天才 过去是个文才 在上大学的时候 他非常崇拜教授 一直希望大学毕业以后 可以给教授当主角 我觉得斯蒂夫受得没错 以前你也应该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当一个 生意调查师吧 可是 你现在不是一样的 很敬严 很开心吗 不好意思 我有个不好的消息 教授刚打电话过来 说今天临时加课 不能过来了 没关系 我们今天先去 明天再约他 好吗 我们先去 好啊 那我点一个走动团机 很棒的选择 完美 我小时候就经常来这边 吃这条菜的 我就在这个城市 住在南区 真的吗 斯蒂夫 教授为什么不来 他很少加课 因为他每次备课 都需要半天的时间 还有 你不会真的因为员工折扣 而忘了教授 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 他不愿意见 夏冬 等等 这是 我去找他 怎么样 我说得没错吧 老头儿一点没变 怪我 太招三幕寺了 要我说去他的什么梦想 怎么开心就怎么活 你知道吗 我们饭店有个糕点师 是耶尔的生物博士 他现在在餐厅工作 那你呢 你真的开心吗 不像红杉的事 我每天都是开心的 每个人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 我们两个彼此更了解 可是教授不一样 他不肯见你 我们就一直要不到 你想要的数据备份 我说了我欠道价一个真相 我会还给你们的 你这是要跟教授死磕到底 行 等你的好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好吧 我到时间接女儿放学了 下次有空来我家里坐 那就先这样 再见 简言 再见 美女 拜